请介绍 Let's go台北消费欢乐送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商家代表共同接幕 宣告Let's go台北消费欢乐送活动起跑 为了争取全民普发6000元商机 台北市政府方面规划抽奖活动 4月1号起到5月31号期间 民众只要在台北市任意店家单笔消费满200元 即可登陆发票参加抽奖 不但周周抽iPhone 还有高级汽车、黄金、笔电及智能家电等丰富豪理 总价值超过2200万元 台北市长蒋万安更亲自揭晓最大奖现金500万 一请揭晓 最大奖就是我们的500万现金 我们从4月1号到5月31号 整整两个月 各位朋友 你只要到台北市 任何一个店家 消费单笔200元 就可以抽大奖 你只要把发票留证 登陆到我们系统 周周抽 月月送 而且200元 你就可以抽最大奖 怎么样的大奖是大家吸引的 有那个动机的 我们也想了很多 也是第一次用这种比较具有的现金的方式 来吸引大家来刺激消费 我们只要来台北市4月到5月期间 在台北市的店家消费满200元 记得要拿发票拿收据 到时候我们在4月17号就会公布 在我们公网上面登陆 就有机会可以抽到我们最大奖 现金500万元 对于台北市政府推出消费欢乐送抽奖活动 更首创现金500万的大奖 产业界代表也直夸很有吸引力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创局 应该会吸引到非常多国旅的客人 不管中南部 花东地区的游客 呼吁大家一定要来台北旅游 一定要来台北购物 200块钱的这个发票 你就可以去登陆摸彩抽奖 最大的机会 你不要忘了有那500万 不是500块500万的现金奖金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不错的idea 台北市长蒋安表示 目前动用第二预备金3000万元 预估将吸引12万的人潮 带来30亿的商机 我们目前预计大概会有12万人次 带来30亿的商机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希望 来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台北市 而且多待几天 而且到各地走走来消费 我想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 也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的 除了消费欢乐送抽奖活动外 台北市产业饭局还联合台北商家 及各局处推出五大购优惠方案 包括消费回馈 住宿优惠等 让国人在台北 够享受 够好玩 够好看 够健康 我们从各个层面 不只是来庄美食 来住宿 甚至看艺人表演 甚至运动都可以 就是鼓励大家 能够来台北市 那当然来到台北市 我想也不会单单只是 到一些百货公司 晚上可以到夜市逛逛走走 就是带动成你的消费 我想也不止商圈 交通观光旅宿 等等全面的提升 只要人潮来 我们就带来不限的商机 台北市政务方面表示 4月17号起 将于活动官网 开放登录发票或收据 登录越多 中奖机会也越多 郊安特别提醒国人 4月起 在台北市消费的发票 一定要记得留下来 到活动官网登录参加抽奖 说不定现金500万元的 幸运额就是您 500万在台北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